都拉成语故事 废寝旺时 孔子、明秋、自仲尼 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是儒家的创始人 孔子年老时开始周游列国 在他六十四岁那年 来到了楚国的叶役 叶献大夫热情地接待了孔子 大夫只听说过孔子是个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对孔子本人并不是十分了解 于是向孔子的学生子禄打听孔子为人 子禄虽然跟随孔子多年 但一时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没有作声 之后啊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 就对子禄说 你为什么不回答他 孔子的为人啊 努力学习而不厌倦 甚至于顾不上睡觉 忘记了吃饭 津津乐道于授业传道 而从不担忧 受贫受苦 自强不息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这样的话呢 孔子的话 显示出他由于有远大的理想 所以生活得非常充实 成语废寝旺食 也是出自于此 意思是 顾不得睡觉 忘记了吃饭 形容专心努力 糸 你 在后面 词